饺子来啦 放在那儿吧 这个也好了 嫂子帮我拿一下 好啊 上桌 谢谢 饺子好啦 来来来来 我来了 我来了 看着端饺子 看着端饺子 给我来一会儿姐姐 快 快过年了 去超市买点韭菜做饺子吃 还是买了两棵很新鲜的韭菜 那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准备一盆清水 放入600克韭菜洗净 平铺在案板上晾半小时 然后用纸把菜上粘的水分吸干 将韭菜切成3毫米的小块 放在大盆中 加入两汤匙香油 然后用手抓匀 这样更容易锁住韭菜的水分 一会儿活馅的时候 不会出水太多 准备生姜15克切成姜末 一个碗中放入一汤匙生花椒 然后加入50克开水 泡30分钟 晚上盖一个小盘子 把热气锁住 然后把花椒水过滤出来 加入一汤匙黑胡椒末 一汤匙盐 一汤匙老抽 一汤匙生抽 和姜末 搅拌均匀 另一个大盆中 准备猪肉馅500克 加入刚才调好的调料 再打一个鸡蛋 猪肉馅朝一个方向搅拌大约5分钟 直到像这样肉馅粘稠 把韭菜夹到肉馅里 用手抓匀 像这样肉和菜都黏在一起就好了 拿一个饺子皮 把饺子馅放在皮的中央 确保留出边缘大约1厘米 先从中间对折 然后两边向内再对折 最后放在手掌中 这样一捏就好了 我把之前做的饺子皮的视频链接 放在上方和结尾 方便大家查看 下一步煮饺子 热一锅水 水开后一个一个放入饺子 然后用小铲子轻轻搅和一下 防止饺子粘锅 水开后加一杯凉水点一下 一会儿水开后再点一下 这样确保饺子能煮熟 最后一次水开后就可以把饺子捞出来了 倒上之前腌好的蒜醋蘸着吃 这样口感鲜美 薄皮大馅的猪肉饺子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